大家好,今天我录制这个中共政治人体实验现场实验报告9 论中国的民族关系,中国的亚美尼亚人和中国的玻璃维亚人 也就是说,主题呢就是中国的一百年瞎子摸像 这中国的一百年特别可笑,你知道吗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汉族是主体,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 本来啊,中国在这个清王朝的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存在的都是亚美尼亚人 但是在这个一开始这个人类历史上 一九零几年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呢,三件大事 一件大事是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被盗取 完后那帮人都死了 第二件事呢,是土耳其发生了亚美尼亚的种族大屠杀 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 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 这个突厥人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种族屠杀 第三件事呢,意大利发生了大地震 包括日本那也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对吧 就说这些事情都映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东西啊,就是一百年的瞎子摸巷子路 这条路就开始了 通古斯大爆炸就开始了 这特别可笑的事情是什么呢 本来慈禧老佛爷 让这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那个男孩还没有出生 那就是我,好了我七二年才出生 我那时候让这男孩啊,让这女孩啊 以这个两人孩子的婚姻啊为主线 去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 建设一个像美洲大陆那样的中国 美洲大陆那样的中国可以采用几种形式啊 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都可以 本来这块土地上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亚美尼亚人 都是亚美尼亚人 这里头唯一有一个特例是谁呢 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从哪来的呢 从夏威夷 夏威夷和复活节岛 还新西兰那个地方这两地儿住的时候是什么人呢 是玻璃维亚人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这五十六个民族啊 都是亚美尼亚人 唯独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这会人 他属于玻璃维亚人 大家明白了吧 大家搞清楚了吧 也就是说土地上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亚美尼亚人 袁世凯就是亚美尼亚人 袁世凯及其北洋系 还有张学良 他这都都是亚美尼亚人 但是孙中山带着蒋介石和毛泽东他是玻璃维亚人 那么这群百分之九十九的亚美尼亚人就开始瞎子 摸象的一样 跟着这玻璃维亚人去找大象 在中国的土地上他妈只有在云南的就是才有那么才有那么大象啊 而且他们大象还是没事的 在这两边溜达 那么很少尽力都来来呆着 中国的地方那么就基本上就说基本上没有大象啊 就这么可笑 而玻璃而玻璃维亚人他属于航海民族 航海民族他属于海盗 他属于强盗 航海民族 他不就是如果说按照这个西方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话 他属于海盗 如果负友的话 你看那玻璃维亚人和玻璃维亚人夏威夷人都穿什么 都穿草裙光板子 文化的非常落后 很原始 对吧 这就是孙中山他那种啊 他是玻璃维亚人 结果带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亚美尼亚人跟着玻璃维亚人 本来我们是在陆地上找大象 结果大家全下了海了 成了海盗强盗 是吧 就这么瞎的摸象 大象在陆地上的都都不知道了 跑到大海里的找大象 所以中国就成了人潮人海中了 对吧 鲜血淋漓 然后这一百年的 唯一的一个亚美尼亚人 袁世凯一死呢 就剩我们家的房东了 于是乎这玻璃维亚人就就骗了这这一小 这一小撮国民党共产党这一小撮 包括现在民进党这一小撮玻璃维亚人 他就骗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亚美尼亚人 就对着我们家就来了 为什么呢 他就为了钱抢这房子 整个这一百年就是这么个故事 本来呢在孙中山那时候呢 他还算客气 在那时他还算客气 我们家没死几个人 但是到了毛东这时候呢 可就不行了 五二年就找上门了 就到了保定了 然后从邓小平同志一改革开放以后呢 我们家呢就成了被公主党屠戮的对象了 我从一出生就被活摘贩卖了 从妇女儿童那被活摘贩卖了 我这从一从小出生 我就一个人生活了 没有什么朋友 跟蹲监狱一样 就这么个家宝狱 大家想想这多么可笑吧 对吧 中国大陆上的本来一千三百百平凡公里 百分之九十九 现在都是亚美尼亚十九年 为什么突厥人呢 突厥人呢 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啊 他本来原来是突厥人 突厥人在唐王朝的时候 是不是有突厥啊 对吧 汉代是匈奴 后来是突厥 对不对啊 就这么个关系 那么这件事情搞清楚了以后 就知道吗 就中国上下的十三亿人呢 跟错人了 跟孙中山走了 错了 他这剥了一剥牙 你看他们都是穿草裙 光板子 天暖我行 天一冷 没法活 他们值多少钱 有多大 有多大点 有多大地盘呢 你看看夏威夷岛 看看南太平洋的哪些群岛 你看看斐济 他们那 他们那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美国的殖民地 所以他们不是英文的狗 就是美国的狗 他们就是这么一群 所以你跟他们这样的人 去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觉得非常可笑 对吧 行了 傻逼呵呵的共产党人 国民党人 民进党人 别在大海里摸象 知道吗 要点脸吧 给钱放人吧 我移民了 最后说一句 祝你愉快 请您注意不要断子绝孙 我靠你 祝你组尊十八代 靠你吧 咱们